大家好 孩子的免疫和健康一定也是我们全家人关注的重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么如何守护孩子的免疫健康和他的成长健康 对于我们成年人 我们讲到说蛋白质 微生素 矿物质 还有益生菌 这些都是打好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免疫的基础 其实呀 在孩子身上也是一样的 那么而且呢 孩子对各种营养素的需要量都是很大的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就更要确保孩子每天有充足的全面的营养补充 那么这才能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身体 有一个好的免疫力 那么我在这里呢 特别叮嘱大家 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补铁问题 那么要知道 儿童的缺铁性贫血 其实也是非常会影响孩子的抵抗力的 容易缺铁的孩子导致这种经常的感染 总是得病 而且呢 这个孩子一旦出现缺铁就会表现出疲乏呀 倦怠呀 整个身体缺血缺氧 爱睡觉 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不能集中 而且啊 大家要知道 儿童的缺铁 这可是被列为我们国家儿童保健的一个重点防治的疾病之一 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给孩子补铁补血 那么儿童补铁呢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生长需求大 另一方面呢 是因为它这个体内的这种铁的储存量少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肠道功能的问题 比如它肠道菌群有问题 就会影响对铁的吸收 那么另外呢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 要留意儿童的肠道寄生虫感染的问题 尤其是这种孩子爱玩泥沙啊 更容易被感染 所以呢 家长也要定期的给孩子做好肠道寄生虫的清除工作 那铁的缺乏 这样的孩子呢 往往更容易发生牵的超标 铁的中毒 那么这样呢 它集体的免疫力就会更差 那么这个其中的原理呢 是跟铁和铁在体内转运的这个机理密切相关 那么我们呢 当需要补充的铁要进入到我们的血液的时候 它需要有一个转运的系统 那么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转运的系统啊 理解成是一个转运的小车 那这个转运铁和转运铁的这个小车呢 恰恰是同一个 所以啊 一旦没有足量的铁去坐这个小车的时候 这个小车就空了 那么这个铁呢 就趁机可以坐进来了 那么这个小车再一转运就把铁转移到体内来了 所以日积月累以后 那么这个孩子体内吸收的铁就多了 也会影响他集体的免疫力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又知道 说我就要补铁 把这个小车做满 那这个铁应该怎么补呢 首先第一点 铁一定要足量的补 因为啊 这个铁本身的吸收效率就不高 尤其是食物里的铁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铁最好跟微生素C一起补 因为啊 这个微生素C可以促进这个铁的吸收 提高铁它吸收的效率 同时呢 微生素C还可以促进铅的排出 另外呢 微生素C也是一个增强人体抵抗力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 那第三一个呢 补铁一定要长期规律的补 当您给一个缺铁缺血的孩子补铁的时候呢 大约三周以后 那这个孩子就已经看到他的面色红润了 已经就不那么的疲乏倦怠了 但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个时候还要继续补铁 要继续的补充他体内铁的这个储存 要想把这个孩子体内的这种铁的使用 以及铁的储存都补满 大约需要每日足量的补铁半年以上的时间 那最后在如何选择补铁制剂的方面呢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那么第一呢 我们人体能够利用的都是二架的亚铁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二架的亚铁的这种制剂呢 它往往容易会使牙齿染色 而且呢 对光比较敏感 容易失效 所以啊 这也就是说我们一般 为什么不太轻易的选择普通的铁剂来补铁 而是通过比如说像驸马酸亚铁呀 葡萄糖酸亚铁呀 这些有机的铁来给孩子补通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希望我们身边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身体棒棒 免疫强健 让父母更加省心安心